就听人家说啊 这家达里斯公司很棒 我就立志呢 一定要到那边去上班 现在好不容易 我觉得我自己应该够资格啦 可以转换宝刀 去当业务经理啊 就没想到啊 他们根本就不入友 你可以 你可以 我来人家还有用生用 呃 你看啊 其实哦 放心啊 你听妈妈说 我感觉哦 天不生无用之人 天生我才必有用呢 是啊 是啊 世博啦 就不怕找不到钱你嘛 对啊 好吧 对啊 对啊 好 好 万年啊 来来来 你过来 你过来一下 过来一下 那个 你好好安慰一下 Rick好不好 我给你什么 讨论一下 你的心情 对啊 你自己稍等一下 好 Rick 到晚点 聊一聊嘛 好 来 来 我跟说 有个业务经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才有心 好不好 好 来 帅哥 你不要这样啊 那个特利斯广告公司 也没什么了不起嘛 不入用就不入用啊 不要因为这样 心情不好啦 你知道吗 为了这一次的面试啊 我在家里面 准备了很多天了 等到碰到他们的主管啊 我就把我对工作的理想 热忱 偷偷不绝地跟他讲了三个半钟头 我原本以为我自己非常有希望 我出去不到五分钟 他们就打电话来告诉我说 我没有被入用 我想我人生的巅峰 应该已经过去了 过去了 人生的巅峰 什么时候啊 我有参与过吗 去高点的时候 去吃饭 高点 把你高潮叠起了 不好意思 对不起 你太大声了 不是生意太大 好 我人生没有巅峰期 这样总可以了吧 你就是怎么这样安慰人啊 我又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呢 你的人生巅峰期还没有到啊 你不要这么失智嘛 有些事情你不了解啊 时间一长哦 事气就会被消磨掉 我回来台湾 找工作到现在 我每天就看报纸 看电脑 只要一有面试的机会啊 我就打起精神来烫衬衫 然后把我们的皮鞋擦得 兵量 兴致勃勃地出门 但是你知道吗 我发现我竟然已经三天没有插皮鞋了 昨天在捷运上面 透过车窗 我胡子居然还没刮了 对啊 每一把你 我都不能看妹妹 每一把你 三胆老伯 请坐 卡拉OK 瑞克 瑞克 人都有疲态的时候嘛 过几天就会有精神了啦 而且你不要忘记哦 我们现在还在打赌耶 你记不记得以前和平房那个城府 记得啊 他已经事业办得很多 怎么可能 我们以前在和平房屋的时候 都是以他为标杆的耶 论学历资历口才 他都在我之上 连他都找不到工作的 你觉得我还能够有什么机会 啊 卡拉OK 瑞克 你别再叹气了 你一叹气 我胸口就觉得好痛 怎么办 我不管怎么说 你都这么沮丧 我到底应该怎么帮你 才可以让你重新恢复自信呢 我不管怎么会让你重新恢复自信呢 我可以让你重新恢复自信呢 你们都在你身上